中午 先把電腦走 嗨 各位好 我是Nick 好的 我剛剛仔細想了一下 我還是覺得 呃 剛剛拿了包裹呢 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也不錯 那我這次買的這個自拍桿呢 自拍桿腳架 這是Mini Extension Pro Tripod For GoPro 這裡面可以看到它的這個接頭 是For GoPro這種三環的喔 那為什麼我還要再買一個 原因是因為原廠的Shorty 它的價格太高了 那我有一個這個 副廠的這一種嘛 那這個副廠呢其實也很好用 但它質感就稍微比較差了一點喔 那其實我用的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那其實我有另外一個 比較貴的這個PGI Tag 它比較貴 可是呢 這個PGI Tag 它沒辦法裝在新的這個 GoPro Hero 8 Black 它沒辦法裝在這上面去 所以我也沒辦法用這個 我來裝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我把它裝上去 然後對好 它是這種快拆式的喔 我把它放進去 你看我夾起來了 你有沒有發現嗎 它是非常非常的鬆啊 我根本沒辦法用 所以 它這個PGI Tag 它應該是For它的這個殼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鎖點喔 GoPro Hero 8 Black 的這個呢 太細了 所以鎖起來它會有點鬆啊 所以呢我希望買一個質感再好一點的 然後也當一個算背品吧 這個其實已經很好用了 這個我買人民幣29塊 新台幣大概150塊以下 因為你刷卡必須有一些手續費 那淘寶也會收一些手續費 再加上你可能會有運費 但是這個東西不中 所以跟其他東西其 集運的話 並不會造成太多的運費上的負擔 這東西已經很好用了 那價格大概29人民幣 大家可以關注看看喔 利用價格搜尋 我已經沒有那個link了 大家不要找我要啦 那這次我買的是這個 幽蘭子喔 型號是MT09 那我看這照片覺得它質感還滿好的 它也是類似這種shorty的這種 桌面型的三角架自拍桿 那我現在把它打開 分享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裡面就兩個東西 一個是自拍桿的主體喔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種螺絲 然後它螺絲長這樣子 可以看一下我原本這個 沒有拍的這個 中間這邊是萌皮 但是呢就是沒有做任何的質感的處理喔 那幽蘭子這個呢 它這裡是萌皮 但是呢它的處理呢 比較不會有一些刮痕或指紋 那我這樣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我這上面都已經 蠻多的這種就是刮痕應該看得到喔 那這個幽蘭子這個處理 我覺得比較有質感 然後比較硬一點 比較不會軟 然後這邊有帶一個這個紅圈 有點佳能的紅圈圈鏡頭 那紅圈它是金屬的喔 質感滿好的 那像這個呢 它這邊就是塑料的 那接著呢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一樣是這種可以打開式的喔 然後一樣可以站立 底下這部分是有一個防滑塑膠的 所以放在桌上是滿穩定的喔 好接著我就把我的這個 GoPro給鎖上去喔 這質感滿不錯的 製程還滿好的 鎖上去超緊的喔 超緊的 OK還不錯 然後拉出來 唉唷它這個拉出來的 這個公差設計還不錯 非常的緊喔 縮實在是有點不好拉 但是其實這樣用久了 比較不會不小心就滑出來這樣 其實這一個我覺得它的這個 伸縮的這種感覺啊 力度比較剛好 但是其實它每一段的這個緊度不一樣 有一些很容易 那有一些又很緊喔 所以 但是其實都好用 那這個是全部都很緊 但是全部的這個伸縮的感覺都是一樣的喔 然後長度大概是這樣 我來跟這隻要比一比看 差不多喔 所以他們基本上設計 我在猜他們明亮這個都是 應該都是公版的喔 然後站起來就是這樣 OK 很方便喔 其實提外話 如果這一隻 扣在GoPro Hero 8上可以 可是其實我也不太喜歡用這一隻 為什麼 因為你直接打開啊 它沒辦法沾 有看到嗎 打開沒辦法沾 你一定要往上推一點 它才可以沾 當然它腳張很開 它是蠻穩的 然後這一隻質感也很不錯 這邊我可以肯定一定是金屬的 可是 這一隻就是 第一它這邊夾不緊GoPro 第二就是打開 它沒辦法直接沾 那這個呢 它是打開就可以直接沾 然後又可以拉出來 然後質感又很好 你看這邊 合金喔 這個是鋁合金的 非常有質感喔 我覺得這一隻 握起來手感也很棒 它這個萌皮橡膠的部分呢 跟這個便宜版的這個比起來了 這裡會有點黏黏的感覺 這個就比較硬一點 但是又有點彈性 我覺得不錯 這隻滿滿滿意的 然後整個設計的這個手型的這個握持感呢 也還滿不錯的 那這個呢 也OK啦 那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價格 這個是我購買 45塊人民幣 新台幣大概230塊到250 所以我覺得以200塊可以買到這樣的一個質感的自拍感腳架 滿值得的 不錯 可以推薦給各位喔 遊覽子的東西 還不錯 好的 第二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可以看到這邊寫Chocolate 就是Chocolate 然後這邊有印YC Onion 就是洋蔥工廠的一個產品喔 也是這次我雙11購買的一個東西 我是透過官方轉運的比較慢一點喔 像之前買的這個是一般的集運喔 這個是影視聚風跟洋蔥工廠聯名的這個RGB的染色燈喔 很早就寄到了喔 那今天到貨的是這個滑軌 我購買的是沒有電動版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三八轉四分之一的螺絲喔 這個看起來是這個滑軌的底座 它有四隻腳可以墊高 然後這個是一個收納帶 它是這種有點緩衝的材質 但是呢 又是可以透氣的喔 好的那我現在就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呢 重量呢不輕喔 然後這邊印有YC Onion的這個logo跟標具喔 我覺得有一個好奇的點喔 我剛剛玩了一下我發現啊 這邊有一個加號-號 有一個轉盤 然後 我並不太曉得說往這邊轉是什麼意思 總之它會變鬆就對了 可是我在推這個 覺得阻尼還是一樣喔 就算我把它推另外一邊 推很緊 我覺得它還是一樣 那右邊這邊有一個開鎖解鎖的樣子 然後比如說我把它推到另外一邊 很緊喔 它還是能動嘛 那我再往另外一邊轉到底 好轉緊喔 它還是能動 所以我不太曉得它這個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不過沒關係我再問一下客服好了 因為我只是簡單把玩一下 我發現根本沒什麼差異啊 接下來我就把它給我的這個腳轉上去好了 它給了五個 應該是怕你搞丟一個吧 那我們就按照螺絲正常的鎖法 去把這個腿呢 給鎖上去 非常簡單喔 鎖上去的好處就是放在桌面上 能夠比較克服地形吧 不用怕桌子不穩喔 這樣就可以放到桌面上了喔 通常這個要怎麼使用呢 各位看到它上面附的這個螺絲是 八分之三的 我們可以拿一個這種雲台 我們基本上這種雲台 它底部也都是八分之三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鎖上去喔 鎖上去之後呢 就長這樣子喔 它就可以這樣移動 可以這樣移動 那接下來我就用GoPro來示範好了 我把我的這個GoPro呢 鎖在一個轉四分之一的螺絲孔上面 OK 把它鎖起來 然後我們把這個快拆板鎖在GoPro底下 鎖起來 鎖起來之後就會像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可以 比如說我擺過來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去運鏡 你可以看到我慢慢推 相機慢慢在移動 那我現在開機 我調整一下這個的角度 比如說我把OSMO擺這裡喔 從這邊開始 然後我按錄影 好了我開始錄影喔 那我開始推 很緩慢的移動 然後就會有一個很平滑的這個運鏡 那這是一個很慢的速度 我是純手動在推的 OK 接著我再推回來 然後我推快一點試試看喔 這樣我推的速度是比較快的喔 其實因為有阻尼的關係 所以其實不太會抖啦 OK 那之後大家可能 我會把這個 這個樣片呢 就是 放上去 然後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這樣子 軌道擺前後 然後呢 我們把雲台轉過來朝前面喔 朝前面 可是因為這是GoPro廣角 我會拍到我的軌道啦 所以我太高一點好了 OK 然後呢 按錄影 然後我們也可以往前推 OK 然後或者是你也可以 往後面回來這樣子 往後面回來這樣子 好 比如我再錄一個 我往後拉回來 OK 那可能你就會得到一個很平滑的運鏡喔 它底下也有提供一個 八分之三的螺絲孔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它放在我們的那個 三角架上面 然後外出的時候也可以 可以透過你的相機去做一個平滑的運鏡喔 那當然啦 你這個上面你也可以鎖一些手機夾 所以你的手機也可以做到這樣的運鏡喔 我覺得是蠻方便的 這個價格 我是買 450塊左右 我是買人民幣450塊 差不多新台幣2000塊出頭一點點吧 好啦 那這個就是這一次雙11購買的包裹的最後一批東西啦 一個自拍桿腳架 還有一個這個滑軌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啦 各位可能會很好奇 欸我怎麼會拍這種感覺比較沒有內容很水的影片 其實是 主要是想要利用這個方式來紀錄我每天的生活 那為什麼會突然有這樣的想法呢 原因是因為以前我在拍攝影片 我會覺得感覺沒什麼主題就不想去拍 可是現在我會覺得就是說 平常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一些小細節啊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可是當下的記憶可能很清楚 可是往往過了幾個月 甚至一年你就會忘記這些細節 生活上細節可能親子關係的相處 或者是你對於某些事物當下的反應你會忘記 那我希望透過這個方式可以記錄一下生活中的細節 然後日常的一些分享給大家 好啦那今天的拍攝就到這裡啦 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拍 那有機會就拍就分享齁 那主題沒有固定就是看到什麼想到什麼就拍 那影片就到這裡唷 我們下次見掰掰 那麼久不見 你就會再次拍看看 我今天要拍攝 不要放棄 我今天會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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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電話 我今天也有幾場 感谢观看